彈性格間應該會不會是那個牆是可以移動的 像拉門那種東西嗎 因為現在的房子比較小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可能在譬如說書房 然後有時候也可以變成客房 或有小孩的話 我覺得我可以把它拿來當成嬰兒房 我可能會譬如說把書房或是工作間跟客廳隔開 格局好生活 歡迎收看設計家新聞台 我是祝的好 首先節目的頭條焦點帶您關心 如何在平數有限的居家空間當中 同時擁有多元生活空間及豐富收納機能呢 其實只要利用特殊門扇創造出彈性格間 就可以在一個空間當中擁有兩種以上的靈活機能哦 在正式開始前幫大家整理一下今天的節目重點 首先我們將先看到如何利用格局調配來增加彈性空間 以及這樣的做法會不會增加整體裝修預算呢 再來我們將看到兩個精彩的案例 分別是一個27坪的老屋 它通過了格局調整擁有兩間獨立小孩房 及一間遊戲室 這樣一舉兩得的設計 接下來是一個24坪的預售屋 這個預售屋它通過兩扇門扇 串聯了開放式中島 讓浩克的屋主可以在家裡盡情的開party 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將邀請到專業的室內設計師鄭華來為我們做個說明介紹 歡迎鄭華 哈囉大家好 我是荷光設計的鄭華 那請問一下鄭華彈性格間有什麼特色可以為我們介紹一下嗎 彈性格間的利用可以讓一個空間變為兩種以上的使用可能 以及能夠代替石牆來區隔空間 然後增加採光及通風 我們會考慮造型的部分 例如說橫拉門 玻璃門 或者是拉著門的方式來取代石牆 我們剛剛提到的那些部分都是屬於彈性門扇的部分 那如果我們將石牆改成彈性門扇的話 會不會增加整體的裝修預算呢 預算的部分會增加那平均大約是3到5萬左右 接下來鄭華設計師為我們帶來兩個精彩的案例 第一個是一個27坪的老屋 可以先幫我們介紹一下這個原始屋況是出了什麼樣的問題嗎 這是個27坪的老屋 屋況主要的問題是房間的大小不太一致 家庭成員和空間的分配不均等 第二個問題是廚房的部分採光不足 而第三個問題是沒有擺放冰箱和電氣櫃的位置 然後第四個問題是現在預示的機能 較不符合使用需求 那請問一下設計師 屋主在跟你提出需求的時候有說過他想要幾間房間嗎 因為家庭成員是一對夫妻帶著一男一女的小孩子 所以需要一間主臥和兩間獨立小孩房總共三間房間 除此之外還需要一間給小孩子的獨立書房空間 因此總共需要四間房間 那方便問一下剛剛我們有講到這個需要兩間小孩房的這個部分 你是怎麼幫他解決的呢 屋主有一男一女兩個小孩 在房間規劃的部分利用彈性隔間的手法 將空間切分成三個部分 讓兩個孩子都能擁有自己的房間 而中間的空間則規劃為他們可以共用的書房區域 同時也安排獨立的書櫃收納 完善機能 我看到圖面上就是有一個地方很特別 就是你在天花板的部分留有了窗扇 想問一下這個窗扇的功能是什麼呢 因為採光面位於小孩房的區塊 我們特別在隔間和天花板之間留有旋轉氣窗的功能 主要的功用除了是增加這三個空間的採光通風 同時也能分享到別的區域 那在講完了小孩房的調整之後 那我們剛剛提到的廚房跟衛浴的部分 你又是怎麼幫他解決的呢 我們為了滿足屋主的需求 在廚房的部分增加電氣櫃和冰箱的收納空間 在格局的部分重新進行了調整 首先是依據屋主的需求 在客用衛浴的部分做了一點小變更 雖然壓縮了一點空間 也捨棄原本的浴缸設計 也捨棄原本的浴缸設計 改為兩間淋浴空間 讓出了一點平數 也使廚房的部分增加了冰箱和電氣櫃的收納位置 但在此同時還是維持著兩間有完整淋浴設備的浴室及空間配置 為了順利分享採光 在廚房的隔間上 我們利用中段的位置增加插播 而餐廳區域則保留原始建物留下的玻璃磚引入採光 這樣的做法可以讓外側的採光一併引進到廚房空間 讓公共區域一起共享更多光線 透過格局的重新分配 讓居住的狀況更符合屋主的需求 那我們來看到第二個案子 想問一下這第二個案子 它在原始格局上是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第二個案子是一間預售屋 其實在格局上沒有太大的問題 我們從房子尚未建成前就接手規劃 可是先依據使用者的需求來進行客便處理 節省拆除的費用更客製化 這也是預售屋的好處 請問是要做哪一些處理 讓屋主在預售屋的時候要來找設計師呢 在預售屋的客便階段 我們可以更加便利地針對地品材質 浴室和電路管線等來進行重新規劃 這個空間主要的居住對象為一對夫妻 他們最基本的需求是要有一間功能完整的主臥房 並且加上女主人夢想中的更衣間 另外因為兩夫妻都很喜歡邀請朋友來家裡做客 希望能再搭配一間多功能房 不僅可以讓客人短暫居住 也能兼做先生的書房來使用 那在公共空間的部分 有什麼方法可以讓這個公共空間看起來更寬敞 然後更舒適 因為我們希望這個公共空間的區塊 能帶來更通透寬敞的感受 在公共區域的部分 我們希望利用這個多功能房的彈性格間 讓這個空間能夠更通透 然後引進更多的採光 同時我們利用客廳的落地窗 串聯多功能房的採光 希望將公共區域的採光發揮到最大 在多功能房彈性格間的部分 則是用一道橫拉門 以及另外一側拉折門來處理 善用橫拉門的平整性 不僅可以區隔多功能房與公共空間 還能讓卧榻這個區域保有隱私性 除此之外 它還有一個令人很羨慕的開放式中島廚房 想問一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設計 為了滿足女主人喜歡烹飪 下廚招待親朋好友的習慣 特別安排了寬敞的中島廚房 開放式的中島廚房和客餐廳串聯 女主人在廚房工作的時候 也能和位在公共空間的親朋好友有親密互動 這個家庭成員算是比較單純 他是只有兩個人 想問一下他在臥室的方面 是怎麼樣滿足他們的需求的 主臥房的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滿足女主人的夢想 所以我們將另外一個房間的入口改變方向 讓進出更衣間的動線 是由主臥房的方向能直接進入到我們的更衣間 在改變了入口方向後 剩下的機靈空間 我們則把它規劃成儲藏室來使用 我覺得今天聽完彈性格間的解說後 我覺得非常有趣 因為只要利用特殊門扇 就可以為整個居家空間當中 創造出非常多的可能性 非常謝謝正華設計師今天來到我們的節目 謝謝大家 好的本節新聞內容就是這樣 千萬別忘記訂閱我們 以及開啟小鈴鐺 我是祝的好 設計家新聞台 下次見 再植原助點 就可以了 下次見 你